大家好,歡迎又來到這個北斗翁頻道 今天是2023年12月14日第1081集 我們今天的題材是 長見電影表現勇猛 在我們的節目未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給個like支持我這個頻道 如果你可以分享我這條影片 以及訂閱我這個頻道 那就更加多謝了 我們說回我們的12月份的第三個星期 今天下到星期四了 又有得升 升了173點 跟星期二的升幅一樣 都是173點 現在的恆生指數就佈了16402點 全日的成交金額高達1022億 算是今天挺帥的 今天看上去的籃籌股大部分都升得比較帥 尤其是我們香港的股票 即是本地僵 應該更加穩陣 當然當然是好事 因為我今天的題材你也看到 講這個長見和電影的升幅 這兩兄弟兩家公司都做得不錯 今天最主要就是講這兩家公司 因為這兩家公司我都有它的股票 我今天做過什麼呢 稍後就告訴大家 但是 現在市場的消息 就是說聯邦儲備局 一如過往的想法 想著這個利率 維持在一個不變的範圍裡面 也同時間暗示明年或者會減息 減多少呢 大概是四分之四分之三 四分之三 市場就覺得這樣可以 聽說現在的情況 令到美元就弱了一些 因為如果利率下跌的話 就會令到美元沒有那麼強 美元沒有那麼強是好事 代表其他貨幣就可以增強了 如果這樣對長江基建作為一個環球的企業來說 這簡直是一件好事 所以會不會是今天這樣的原因 所以它的股價升多一點呢 可能其中一個是這個原因 不過現在說減息還是太早 不過如果有這個市場的預測的話 所以你看到美國股市都升得很厲害 但是我都要再三提醒大家 這個危險訊息大家都要聽清楚 而且要看清楚才好下注 如果不是的話 隨時有些壞消息到頭跌下來 那就大件事了 我們在上一集說 印度股市的總市值 比我們香港的股市的總市值 多了一點點 贏了一個馬幣 不過今天我們香港的股市又升上來了 所以兩個都在競爭這個最佳的位置 到底誰會贏呢 其實如果看看表面的證據的話 印度應該是超了一班的了 因為印度人口又多了 經濟又蓬勃了 我們香港只是處於一個 就是發展原國家裡面的其中一個 比較溫和一點的增長 其實也不知道有沒有增長的 印度不用想了 這段時間如果他拍得住美國的話 都應該有很多訂單給他 到時候慢慢 十年八載之後 應該就會再升得好一點了 既然印度做得好的話 我們香港當然要加把勁了 所以我們香港的總商會 最近做了一個調查 問明年的增加會不會在香港的投資 或者會不會投資在大灣區這個地方 如果你就這樣看這個標題的話 他就說有18%的人 受訪者認為在企業 在明年就會增加在香港的投資 好像說得好像很好 但是如果你看完整個表 好像我右手邊這個表的話 你看真點的話 你會發覺其實他們香港 就算在下一年 即是2024年的環境 也不是特別好的 沒錯 的確調查所得 就是說下年開始 如果會增加在香港 投資的機會率 可能會多了 上年即是今年2023年 就16% 下年就18% 好像增加了 好像是人們的投資意欲高了 但是同時間你又不看另一邊 就是說會不會減少投資 上年即是今年2023年 投資就會減少7% 但是2024年 人們說投資會減少12% 所以如果就這樣看這個圖片的話 根據數據來看的話 就不準確的 你想想 就算有18%裡面 會增加這個投資的話 你想想100%減少18% 還有多少% 不是會增加對香港的投資 還有很多 還是大比數 所以我們香港是不是好呢 其實就未必好 加上這陣子 不知道為什麼 深圳那邊 不斷地搶我們的香港客人 其實也是那句 一瓶奶 就兩份飲 要是深圳飲 要是香港飲 如果深圳那邊 是比較進取一點的話 如果我們喝多一點 我們喝少一點的話 我們香港的零售市 就會很悲哀的了 這件事情 不知道大家又認不認同呢 今天的股市 既然能升的話 我當然要看一隻 叫李寧 因為這間公司的股價 不是不斷地下跌的 接著公司就說 突然說要拿30億出來 就是會托起股價的 因為它會回購股份 在這裡估計 如果這30億 大概就可以令到市場上 就少了大概6%的股份 如果這樣的話 會不會將這個股價推升呢 當然 今天它隨著大市 一直向上升的話 那是無可厚非的 不過我在想 如果這30億用得好的話 有沒有機會 短時間之內 將這一間公司的股價 由這個大概現在 今天的19.1 就推到大概25元 大家真的不要貪心 如果升得上去25元的話 如果你真的有投資的話 那你都應該要撤退的了 因為這間公司 我講來講 都是說它不是一間好公司 但是如果有這些 好的利好的因素 說它今年 或者這半年來 是會動用30億元 去炒高自己的股價的話 有機會的話 大家不妨看能不能扔到 不過今天升了的話 我就覺得無謂追了 如果你是昨天買的話 那就恭喜你了 起碼今天開始先升了 到底會不會能夠升到上去 大家密切留意 如果它一到25元的話 我又會再跟大家講一講 這個情況 現在來看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聯邦儲備局明年想著 減息這個勢頭 真的好了 所以我們今天的香港 都有多些比較利好的消息 不過這一段新聞 大家聽完之後 才想一下到底是利好 還是利淡的消息 話說就是信和 信和組成了一個財團 因為在市政局 在九龍城就有一個地盤 上月就開始接標 現在就揭標 聽說接獲有六份的標書 當中包括了有新地、新世界、匯德鋒、嘉華、信志 這些等等就入標去競投 最終今天就揭曉了 由信至火柏英軍和招商局置地 三間公司投得這個地段 這個地段的地價大概是19億3400萬左右 每平方呎大概是不需要4700元 這4700元算是貴還是便宜呢 講多一個消息給大家知道 你們就會知道 因為在九龍城區 即是在附近 甚至在去年的10月 投到另一塊地 在這塊地的隔離 附近左右 當時每呎的 呎價就要去到8571元 現在大概不需要4700元 就可以買到在附近 所以一比較之下 發覺在一年裡面 地價暴跌了45% 那你說這個究竟是好消息 還是壞消息呢 好消息當然就是這個 信志肯用19億多去扣入這塊地 那就是說 其實市場都還在 地產市場都還可以的 但是不好的消息就是 信志你上年買的東西 比現在貴了很多 那怎麼辦呢 賣不賣到尾呢 將來能不能賺錢呢 那這一點就比較紮實一點了 不過這個地盤 這個新的地段 如果蓋好之後 日後提供的樓宇 都不會特別多 大概是640元左右 所以現在這個信志 他又怕死了 那跟別人夾粉的話 其實輸也有限的 只不過就是 如果輸錢的 那也無謂的了 是不是 好了 至於還有另一個 好一點的消息 不過這個消息呢 其實是可以做出來的 就是話說呢 這個新地 不是有一個樓盤的 這次呢 那這次呢 頭那兩局呢 推出來都OK 雖然不是說一局清袋 不過呢 都還是OK的 那他現在呢 第三輪呢 推出呢 多280個單位 那我聽說 現在入票的人數呢 不少啊 那些票呢 加加萬萬 是一萬多張的 那如果是欠了280個單位的話呢 其實超額呢 可以呢 大概是35倍 那這個氣氛 那這個氣氛 就挺好咯 那就看一下他這個 星期六呢 賣不賣得出啊 因為呢 如果新地 如果賣得這麼急的話呢 那場實呢 還沒有工作的話 我反而就 為這個場實而擔心的 也都為了其他的地產商 是擔心的 因為見到新地 哇 見到細靚的話 不斷一個星期 一個星期 不斷放些貨出來的話呢 那他好像很等錢花的話 那其他公司 等不等錢花呢 那你要知道啊 這些客 買一個就少一個了 到時市場上 沒有人可以認購其他的樓宇的話呢 那我們香港樓價又會怎樣呢 大家呢 不妨自己再想想他了 好了 講回我們今天的主題了 今天要講的主題呢 就是這個龍兄虎弟 就是這個李嘉誠的兩個兒子 那今天呢 他們兩家公司的表現呢 大兒子間公司的表現 和小兒子間公司的表現呢 都很ok的 那我們就由這個小兒子李澤佳講起先啦 那電信營科呢 今天呢 收市價呢 就去到這個四個二毫六啦 那創了全年的高位啊 竟然這麼厲害 那當然是開心啦 因為我有他的股份嘛 那我今天呢 也都買了一批的 電信營科的股份出去了 那四個二毫半啦 那算是不錯的了 那我也很滿意的 因為呢 現在香港的勢呢 從來都沒有想過 它可以呢 可以升得這麼好的 那既然今天呢 無緣無故地的升上來的話呢 那不要理那麼多啦 那如果看回下面這一幅的股價的走勢圖的話呢 由最近的低位大概是三個半左右呢 升到今天這個水平的話呢 其實呢 都升了超過兩成的了 那兩成來講 現在香港什麼時勢啊 所以呢 可以升到兩成的話 還是本地僵的話 我也覺得可以收貨的了 那當然啦 某程度上呢 有機會可能就是 李澤佳他因為不斷地去增持股份啦 這個也可能有影響的 不過另一個影響呢 可能比較大一點的就是 早前呢 他不是說要將這個 光纖的業務呢 就賣出去的 那麼聽說現在呢 比較明確一點的就是 這個中東的阿布達比的投資局啦 那麼準備呢就競投的 那麼當然啦 講的價錢呢 就跟上次都一樣啦 作價大概是十億美元左右 不過呢 聽說呢 雖然他們現在呢 可能在這裡磋商當中 但是也有消息指出呢 可能有其他的潛在買家的喔 那如果有潛在買家的話呢 會不會用一個勁價的方法呢 如果勁價的話 那就不止十億美元喔 可能呢 大家出一下價出一下價的話呢 可能最後升到上去十一億 或者十二億美元 哇 這樣的話無緣無故多賺多兩億 那你說多好呢 那當然這個只是一個吹水的說法 那 還有一家公司 就是這個電營旗下的公司 就是這個香港電信 那麼最近呢 也都有一些的觀眾朋友呢 已經提醒了我 就說 哎 最近這一家電信 香港電信 六八二三啦 那個股價都升得很厲害喔 那麼我看看 咦又是喔 那麼他現在呢 這個股價呢就是九個三毫半啦 那呢就升到這個三個月的高位啦 那不過呢我買這一家公司的那個平均價呢 就大概應該是 如果我沒有記錯啊 大約是十個半左右啦 那十個半左右 現在都是九個三毫多 就是還有一段時間還沒回到家鄉啦 總之 電信營方呢就回到家鄉 有得了 有得賺的了 那所以呢 隨便賣得的 都在賣一點的了 因為我也是 覺得香港呢 未來的日子裡面呢 再被他們搞下去呢 我覺得啊 都不會好得到哪裡了 那既然有這個機會的 那不差再試一下套現了 到時放在這裡也好 再買股票也好 放在銀行收息也好 怎麼都穩陣一點吧 那麼現在下次呢 就要看看這個 香港電信呢 可不可以生生生生了 因為呢 摩根士丹利有個報告啦 就說 聽說美國呢 就應該會很快就會進入這個 叫做減息的週期啦 那麼對這個香港電信來講 可能是一個利好的消息 那麼當然啦 他欠了很多錢的嘛 那麼如果利率跌的話呢 對他來說呢 這個負擔就會少很多了 在這個利息支出方面 那麼在報告也都指出呢 這個香港電信的股值呢 也都是受到市場的利率所影響 是負面的影響啦 那麼所以呢 今年來呢 這個股價呢 不斷地受壓的 那麼他的股息回報率呢 也都由呢 原本的高位的7%呢 就一直跌到歷史的高位啊 就是那個股息回報率呢 去到9.5% 那麼9.5% 如果香港來講的話呢 這個回報率可以接受啊 如果 這個股價不繼續跌下去的話 所以呢 這個摩根士丹利呢 他說 哎 既然這家公司呢 表面看上去都是屬於一個 穩健的一家企業來的 所以呢 就因此呢 就再重新呢 他可以有一個叫做增持的評級 而且目標的呢 剛好就是我賣入的 大概啊 十個半左右 那麼 希望啦 你說這個 由9.3.5% 要升到10.5%的話呢 說容易也不容易 說難呢 應該也不會難吧 如果市場上有些很好的氣氛 或者利好的因素的話呢 希望可以推高上去啦 嘿 到時的話呢 散水 散得的都散的啦 弟弟 李澤佳這家電信營科講完之後 那當然是講大佬啦 那今天呢 這個李澤巨這家公司呢 其中一家 就是這個長健啦 其實每一家都做得不錯的 那長健呢 就特別出色的 從來沒見過的 那為什麼會這麼出色呢 原因呢 就是因為這個長和系呢 就將英國的鐵路的資產呢 就重組 不過呢 你要記住啊 這一次的重組呢 聽說在世內呢 所有的公司呢 都無需要提供額外的現金的資源下去 所以呢 純粹呢 是一個轉來轉去的意思 而已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呢 會令到呢 這家公司呢 股價升得這麼厲害的 那股價升得挺厲害的 轉頭再告訴大家 不過呢 這一次這個英國的鐵路的資產呢 有一個重組的關係之後呢 其實那個持股量呢 就變成了長 長江基建呢 就佔一個新的重組之後 那個股權呢 就去到成65% 那麼電能呢 就佔了10% 那麼長和呢 就佔5% 反而呢 這個長神呢 就再佔這個20% 所以呢 其實呢 這個英國的鐵路資產呢 就現在呢 就由這個長和系的四間公司呢 就瓜分了它的 好了 那麼瓜分了它 到底為什麼會令到最近的股價上升呢 呢 我經常都覺得 沒理由這麼簡單的 那麼重組了之後 當然應該有些事情會跟著首尾的 沒有理由會 只是這樣做 而跟著呢 後面是沒有後續的 所以我不太相信的 因為很多時候呢 你見到以前呢 他失驚無神呢 就說 將這個 即是電能實業 突然間改了一個名字 電能實業的話呢 那麼你覺得很奇怪的 為什麼會做這些事情呢 啊 原來沒多久呢 你就知道 原來他可以分拆出來的 那麼所以呢 這次長見呢 這樣做 看回他今天的股價吧 最後收市呢 竟然呢 可以升到43.2 那麼我多少錢賣出去 我是43.05就賣出去了 那麼估不到呢 臨收市的時候呢 還可以升多一陣 那麼今天呢 就升了8.7% 那麽就升了三個幾 真是從來沒見過的 也都不知道呢 為什麼有這麼理好因素 如果只是 只說重組 又不是有什麼額外的錢 又要給出去 或者有什麼額外的投資 那為什麼會升得這麼厲害呢 這個呢 真是內人尋味的 但是我相信呢 應該還有後續在裡面 好了 那另外呢 當然當然要看看呢 就是 他的股價 你說他升得厲害不厲害呢 我可以給大家 一個小小的提示 那 在這個10月4日 當時呢 長江基建 在最低位的時候呢 股價只是去到35.55而已 那麼現在 由低位 彈到上去現在這個水平的話呢 其實呢 在短短時間 我可以這樣說 但是他呢 都升了大概有21.5% 那麼 以這一間公司呢 傻傻奸奸 也都是沒有什麼大件事發生 那麼 運運運惡惡的話呢 可以升到上去這個兩成幾的話呢 都算是有交代的了 那麼 至於另一間呢 就是他的子公司啦 就是這個電能實業啦 那麼這間公司呢 這一排的股價 都是跑贏這個長江基建的 那麼我唯一可以解釋的呢 就是因為這個電能實業呢 因為他本身沒有欠人錢 所以呢 就是很乾淨的 那麼所以呢 如果呢 就算利息升的話呢 都不關他的事的 所以他最近的股價呢 都要升啦 那麼升到六個月的高位 那麼今天呢 都升了整6.2% 啊 你也不是說不厲害 那麼希望呢 各位股東呢 看完這條片之後呢 會覺得起碼 歡心些少啦 不是開心的 哈 因為呢 他的股價呢 又很高很高位跌下來 那麼這次呢 只是在單日裡面呢 升得比較帥仔些 那麼大家會覺得 會舒服些少啦 那我會繼續 賣些股票出去的 因為呢 我也說過了 我寧願把錢呢 現在呢 慢慢看看呢 轉去外面 不過你要記住 長江基建呢 在美國那邊呢 也有個上市的喔 那麼當我轉好之後呢 我就可能用另類方法呢 就持有這個長江基建 因為呢 我是不是很想呢 就這樣拋售這個 這個長江基建的 反正他所有的資產都是外面的話 那麼呢 風險 理論上都不應該太大的 不過我這個說法呢 都是我自己說的而已 那麼風險大不大的話 我都要度過想過呢 遲些再作決定啦 不過現在呢 稍微就賣出少少股份呢 就去看看市場的反應如何先 你不讓他升到這麼長時間 又滾回去三十幾元嗎 那如果到時再滾回去的話 那就買回頭啦 唯有是不是 如果真的不捨得他的話 那麼這個電能實業 他現在呢 其實呢 都做得不錯的 因為呢 他今年來呢 都是同樣地 十月四日呢 是他的股價最低的時候 當時呢 就是大概三十六個二左右 那麼 由三十六個二 彈到現在的四十四個一的話呢 其實他的表現呢 比這個長江基建呢 是好了一點點 不過長江基建呢 這陣子呢 都叫做追得呢 比較近一點的 前那陣子呢 可能拋離呢 都還是軟了一點點 那麼我當然希望這兩間公司呢 除了是這個重組啦 也都希望有新的收購啦 甚至呢 他們兩者之間呢 可以互相合併啦 那等等的元素 如果推出來的話呢 理論上可以令到這間公司會值錢一點啦 那麼還有一件事就是這個 英國那間電廠啦 我經常都想聽一下有沒有什麼好消息 因為前一陣子都說 貴的價錢都不賣出去的話 他說通脹啊 那通脹會令到公司賺多一點啊 那麼要看一下這個 UK Power Networks呢 是不是真的可以幫他賺很多錢 希望遲些有些好消息啦 加上如果美元呢 是比較貶值的話呢 那麼其他貨幣 就是包括了這個英鎊啊 澳元這些呢 都升高一點的話呢 那麼對這間公司 就是長江基建呢 都有幫助的 那麼就希望呢 這個好的勢頭呢 繼續下去 那麼我可以繼續出貨 然後呢 那麼另外呢 也要提醒大家呢 就是這個杜瓊斯指數呢 昨晚呢 因為好消息嘛 令到他呢 就創了歷史的新高 這個呢 就不是開玩笑的 所以呢 希望大家呢 要小心一點啦 贏錢之餘呢 都要看一看自己那個 投資的Portfolio 看有沒有些什麼地方呢 是需要作為一個微調的 那麼穩穩陣陣的話呢 這樣賺錢 才開心的嘛 好了 希望呢 大家看完這條片之後呢 就可以呢 繼續去玩美股啦 因為呢 美股十點半又開始了 希望大家贏多些 多謝了 多謝各位